到惊醒一瞬间 彰化花坛的一间海鲜快炒餐厅 疑似业者更换瓦斯不慎 造成了气体外泻 瓦斯桶瞬间就喷出了火柱 冒出大量火光 店里的客人被吓到夺门而出 还好老板处理得宜 立刻把瓦斯桶拉出店外 并且关上瓦斯开关 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灾损 而餐厅老板跟儿子为了救火 全身6%跟12%的二度烧烫伤 目前仍然在住院治疗 海鲜餐厅员工在店外拜拜烧金纸 突然瓦斯泄气声大作 餐厅齐楼瞬间爆住火光 店里客人被吓得冲出门外 妈妈抱着婴儿拔腿狂奔 就怕餐厅随时可能爆炸 老板见状关他3721 立刻将瓦斯桶拉出店外 拿着抹布关上瓦斯开关 危机解除 快炒 没油 瓦斯桶烧着 烤着就断 事发店就在张瓦花坛 海鲜餐厅被瓦斯火柱这么一喷 骑楼梁柱焦黑一片 业者贴出告示暂停一夜店内进行诊修 老板和儿子连部手部背部 大面积二度烧烫伤 还在住院治疗 但瓦斯好端端的 怎么会突然陷进冒火 瓦斯让业者研判 应该是更换瓦斯不剩 或是开关松脱 喷出气体 瞬间引燃火势 业者强调加中瓦斯桶 即使关着没用 也要经常检查开关是否松动 如果不信已燃火势 请保持镇定 让人尸幕布或尸外套盖住火源 再赶紧锁紧开关 这起意外事件 幸好老板尽紧处理妥当 才没造成更大栽赛 接下来我们的张华 参谱